作为第一道好料理叫做芥末山药泥 我们先问问您大厨 芥末山药泥用的这个山药是什么样的山药 咱们这个属于淮山药 淮山药 淮山药是在河南淮安地区 对 然后它产的质量是最好的 就是我们这个之所以的淮山药 就成为它的地名是淮安 然后简称为淮山 淮山药是吧 淮山 那铁锅山药它是河南的胶座 对 是不是 河南胶座 那个细的烤箱里烤非常好 那个也可以叫它胶山药 那个是它的口感会很细嫩 是不是 还是 烤完以后非常面 面 它会面嘟嘟的 它会淀粉多 是不是 那我们今天这一道用它来做泥的话 是用淮山药最好 对 为什么呢 因为淮山药打皮它好打它 粗粗 出处 那个人说太细了 打完皮以后不好打 没错 考虑到它的方便操作的方便性 对 所以我们厨师在选材的时候 考虑综合因素 不一定说这个事态一定好 我们就能做出来 没错 没错 可是这个山药我们在锅里面要蒸的是吧 对 我们今天在提前呢给大家把这个怀山药的皮削掉了 但是我们知道一般削这个山药皮的时候 如果你手工操作 哇 你的手可真是受苦了 最后那个手上面 哇 奇痒啊 对 就是我们在选山药的时候 山药 我们在锅里面就要脚皮 没有什么刮痕的 不能有刮痕的 然后它这个断裂口很像掰开 OK 质量是白的 有粘液吗 越白它质量是越好 越白的质量越好 这个粘液多一点 OK 这个就质量很好的 很鲜的 是不是 那毛呢 毛多的和毛少的会不会有区别的 就毛多一点也好 毛多的密一点的 对吧 体毛重的 要买那种 其实我们大家一看表面啊 一摸 这就算是好商量了 就是看得很简单 嗯 OK 我们放在锅里面去蒸它 但蒸它这样我时候去皮啊 是不是 是 手要是欺痒 然后在一场工作当中啊 这山药给我们也带来了不少的 那种痒痒 也很熟啊 你们怎么办 然后我们在 在工作当中找了点小窍门 嗯 然后就说我们在洗三药的时候 戴上手套 戴手套 对 戴手套去洗 OK 然后打皮的时候啊 就是说尽量的说 呃 不要说呃 胳膊露出来的位置 尽量不要把三药这种泡 碰到 哦 碰到以后 你咱 听着整三药也避免不了啊 对啊 然后有时候我们拿盐 戳这个手 拿触戳 效果都不好 盐和醋都不行 对 然后我们在工作当中 然后 那个那个液化器点到以后 那火 嗯 稍微拿那火烤一下 哎呀 那你的毛还在吗 没有 高一点 高一点 老师火烤 效果最好的 当厨师多不容易啊 你想想看 他要被身心的健好 最后 是要那个粘液去掉 稳手 是 哇 该撒点葱花 实际上 对 你刚才说的就是 有的人是容易过敏的 对 皮肤过敏的人 特别就是那个年轻蛋白过敏 就是他里面那个粘液 粘液 粘液过敏 粘液过敏是一种过敏 语啊 哎 以后我们还告诉你 那个粘液其实很好的 是不是 来吧 我们大厨呢 提醒给大家蒸好了山药 蒸多长时间 能蒸到咱们那个泥的 要的那个效果 15分钟 15分钟打开锅盖看看吧 哇 这就是15分钟之后的样子 是不是 这边还蒸了一个胡萝卜 要用吗 今天 一会用了 好 大家看到了 山药 这是蒸好的 有一些老人家 他会愿意吃一些这种蒸的粗粮 对 蒸土豆了 蒸山药了 蒸地豆了 对 就是 有的时候呢 还会蒸一点地瓜 对 然后土豆之类的 直接带餐 这边这个山药我们放哪里 拿出来之后 OK 这是一个手板哦 注意安全 卫生 然后我们那个做这个 芥末山药堆的时候 我们说蒸山药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家里有土豆 混在一起 对 放点土豆 那个 紫薯 都可以 紫薯挺好的 红薯也可以 紫白搭配 这个是颜色特别的亮 我们蒸山药的时候里边可以加上 紫薯 土豆 然后就一锅粗 对 这个我们 我们山药蒸熟了以后 我们自己家里有简单的 比如说倒蒜的 蒜肝 蒜柚子 对 我们可以把这个山药 放在这个蒜肝里边 给它倒一下 对 倒一下 可以加上土豆一起倒 好 家里要有小型的那个 脚脚馅机 炸果汁 那个有几种那个 可以拿那个去搅一下 嗯 把这个山药倒成泥 好 哎 嗯 蒸完之后就一倒就很容易了 这是我倒泥的时候不需要加点糖盐之类调味吗 一会我们调一会再调 我们有的时候其实去那个韩国料理店里面会吃那个土豆泥 嗯 大家知道其实这个方法都差不多的对的 今天我们学会做芥末山药泥 那么也可以做芥末土豆泥 芥末紫薯泥 芥末地瓜泥 哇 就这种一样类型的食材都可以 好 今天之前呢 嗯 大家 捣碎了一些 这样子让大家一次吃个够 哇 然后捣完泥以后我们倒在一个网里 好 这个山药其实它的营养作用真的是很大 山药一直被人去推崇 尤其被营养专家去推崇 对啊 说它是可以赛过人生的啊 啊 众多的美育集于一身 那山药呢 其实不是大家说的那么玄乎了 啊 我们踏踏实实的来了解山药的时候 它真是可以 它是一种淀粉类的一种 类似于主食的物质 是吧 我们因为不吃山药 觉得山药很奇妙 但是以前我们大量的种植山药的时候 都把它作为主食来吃 它跟地瓜啦 土豆啦 红薯啦 紫薯的 是一个性质的 OK 就从这一点上没有本质的区别 大概都是含20%到30的淀粉 那它 它的个性的地方啊 就突兴在这个粘性的地方 叫粘性蛋白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让我们这个时候很难受的 对 粘性蛋白和它的多糖的物质 对 这是山药的奇妙的地方 一个很跟土豆没有 对 红薯也没有 就是它的特别 这个粘性蛋白呢 它研究也表明 它有起到这个 这个抗癌变 预防癌变的这种作用 尤其可以起到美容的作用 另外这个粘性蛋白呢 和和旁边 尤其是边起这个纤维啊 它这个纤维呢 是可溶的纤维 你这个丝是最靠近外皮的 对对对 所以不必要把这皮刮得特别的干净啊 尤其你看外面靠紫的 还有一层紫皮是不是 它这个是纤维含量是非常高的 嗯 从它的名字 其实就能感觉到 我们中国人对它的重视 管它叫山药 也就是说 它是药食通源的一种食物 山里面的很珍贵的药材 所以说山药 你要记得 补身子 多吃山药 您很棒的 今天我们这边 我看到大厨把它捣碎之后 现在开始准备调味了 是吧 我们调味用的食材也挺丰富的 有那个烈奶 烈乳 OK 还有那个沙拉酱 OK 沙拉酱 还有呢 蜂蜜 好就这三样 蜂蜜 还有 对 但是芥末山药泥 否则就是变成那个奶香山药泥了 是不是 然后首先 我们把这个芥末 按个人的口味 适量添加 先放 我想说今天我们不叫家里牛奶吗 会不会有点干呢 这个 不用 不用 就要用干干的 芥末 哇 看到芥末之后 我会很亲切 我很喜欢芥末 芥末 有时候大家会 比如说跟胡椒类一样 都让你觉得感冒 鼻子难受的时候 出现它之后 是你的救星 你知道 芥末 它本身里面 它也是一种天然的抗生素的 它是抗生素 它可以清热解毒 可以沥烟清喉 你想你最近可能 对 烟不不舒服 但是这个东西也是有 就有利有它的臂面 一方面 它可以也还 还刺激你的烟壶 如果你的烟壶是红肿热痛 就肿到一定炎症的情况下 还是不建议的 明白明白 沙拉酱 沙拉酱 还有烈乳 这个比例怎么掌握 比例按个人的口味吧 是吧 哇 加蜂蜜 非常精力啊 比较加白糖好 对 加点蜂蜜下去 对 这甜度按质底的 对 对 为什么刚才说不忘你加牛奶了 因为这些东西加完以后 那种感觉 哦 他说就黏糊糊的 你要加牛奶就就 就会稀了是不是 对 加酸奶好了 哎 酸奶 哇 酸奶也是粘稠的 然后按照你的这个色彩特点 把它一冰冰镇了 时候拿出来吃 必须要冰 这种食材要冰 一定要冰 嗯 大叔 你知道你现在脚弄它的时候 整个人就很想用手来 来一口 你知道像吃奶油一样那种 有点冰淇淋的那种感觉 就是很棒很棒 以前的时候 我们去那个很多汉红热酒店里面吃 会发现 有一些比如说山药泥土豆泥之类的 他用那个冰淇淋那个球 那个那个器材啊 挖出一个大球来 对 哎 一会的时候呢 我们不用在家里面酿 因为酿不过瘾 你就弄出一大盆一大碗来 哇 挖它去 直接拿手吃就好了 开真的开心 这是用勺子 用勺子一大口一大口的吃这个 芥末山药泥肯定很棒 这就可以了 是不是 然后我看到这些大厨 你还准备了一个 就是我们在西餐中常看到的这种 也是他们做甜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裱花的一个东西是吧 对 因为我们在家里吃饭 要吃出一种心意 对 情调 没错 所以我们教大家非常简单又实用的 那这个东西去哪能买得到的 我们一般的卖厨艺的市场都有卖的 都有 就这种各种头 有的是能挤出来那种 哎 那种冰淇淋 各种冰淇淋造型的 好 首先我们有一个袋子 好 我给大家一个方法 就是你也可以用家里面 没错 保鲜膜 保鲜袋是吧 放里面去挤它 那这个呢 我们选一个花嘴 OK 把它放到这个 放里面 好 现在大厨你一下一下变成面点湿了 这一个变成西点湿 是因为我们吃美食的时候 不管要吃它的美味 对也要吃它有一种心意 对对对对 我们在家里买上市场买的表花袋 人做完以后 哎呦他几个来会不一样 心情非常好 就是 这个表花袋还不是一次性的哈 对 他可以重复利用的 杀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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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后我们把这个 来扣过来直接 把这三小泥放到这个 前进去 这个量很足 对 三个人没问题 我们三个人 我觉得今天可以吃到过瘾了 是不是 好 可以了 我们先给大家挤出来一些 随时 这个就谁都可以挤了是不是 我先注意一下 OK 这个吃饭 好 来来来 大厨交给您 平时在酒店里吃的山药泥 味道香甜可口 那可是少不了这些调味酱 炼乳 沙拉酱 和蜂蜜 一个都不能少 今天大厨别具酱心的加入了芥末 味道如何呢 将山药泥做成冰激凌的形状 一定会为您的餐桌增色不少 哇 这个芥末好给力 您调的这个适中的程度刚刚好 入口都是会辣呼呼的 然后没觉得很翘 否则的话 如果孩子吃就不建议他放芥末吧 为什么 孩子不适合吃芥末吗 对 不太适合吃芥末 太辣了 哇 很好吃 再尝尝带一个蓝梅酱 这是女孩子喜欢的 它会辣的基本上 来一点甜酸的口味 对 对 一道美食中 甜 酸 咸 还有辣 都能保持住 很好吃 还有细腻哦 还很健康 我们都说了是吧 这道菜可以做冰激凌的 所以说这个时间我们把它放进冰箱 一会冷藏之后再拿出来 风味更佳 咸 咸 咸